封街举办普渡法会 今年在规模上会有缩减的趋势 由于疫情的影响 目前仍然在二级警戒 户外有100人以下的限制 因此新竹市多家寺庙 像是长河宫 东陵宫 竹连寺等等 都推出了线上直播观看 呼吁民众不要到法会现场 所以政府的政令我们就有防疫 所以说我们今年就退去我们的廟墊 跟文化大楼里面 我们要把选择 跟我们说动力要来参拜 我们会用那些线上来直播 发肥料没什么都会用线上来直播 让他们去了解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希望那么多的人 连潮到妙里来 可能会造成一些困扰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 能够透过直播的方式 来观看是最好的 祭拜好兄弟的祭匹 庙方也将往年一两天内 要拿回家的措施 改为十天内领取 在普渡半周这个部分也取消 这一次我们预计 只有过去的三分之一的规模 那我们一样会来举办这个普渡 因为这个是传统的民俗 普渡是叫普渡 现在公寓大楼普渡拜拜不容易 民众大多前往寺庙报名祭拜 共品由庙房准备也省去了大家的时间 疫情来袭不能群聚 大家依然拜好拜满 法会当天观看线上直播 减少人群聚集 也祈求疫情能够早日降温 开播新竹万事连采访报道